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你的亲戚朋友也可能就移了民 所以移民问题对很多人来说 它不是一个知识问题 而是一个生活问题 联合国有一个下属联络机构 叫做国际移民组织 总部设在日内瓦 到2019年 一共有173个成员国和8个观察国 它对国际移民的定义 就是为了在其他国家定居的目的 而跨越国境流动的人 首先 世界上基本没有什么国家是明文禁止移民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所有的国家理论上都可以接受移民 区别只是有些国家由于地域狭小 人口众多 资源有限 所以除了一些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 比如婚姻配偶团聚 这种移民之外 基本上不接受其他类型的外国移民 比如日本 韩国 瑞士 都属于这种国家 与此相反的是 有一些国家欢迎移民 并且把移民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有专门的机构 规则 流程 每年有移民人数的配额 和具体的移民分类 比如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 优秀人才移民 等等 比如美国 加拿大 澳洲 都属于这种国家 还有一种国家呢 虽然它并不拒绝移民 但是因为并没有多少其他国家的人 愿意选择到这些国家定居 所以比如南美的有一些国家 像秘鲁 和瓜多尔 就都属于这种国家 移民中的绝大多数 是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这就要求移民者是要么有钱 要么有才 而有才的人 即便不是富翁 也不会是穷人 所以移民的门槛 让一些移民者也有了一种 大多数人即使想 也得不到的优越感 所以移民 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 也成了一个划分社会阶层 和身份的一种标签 而移民者之所以移民 简单来说 要么是为了教育 医疗等一些社会福利 要么是为了更好的 未来的发展和工作机会 而今天中国的移民者面临的现实 往往是这两者不可兼得 在得到某些东西的同时 也意味着要失去某些东西 就是所谓国内的好乱好玩好快乐 在国外的是好山好水好寂寞 如果寻求更好的环境和社会福利 那就应该移民 如果是为了事业和发展机会 可能就更多的是应该不移民 因此最理想的方式 就是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拥有双重身份 但是中国政府目前是不承认双重国籍的 一个人只能拥有一个国籍 取得任何其他的国籍 就世卫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 所以近年来始终有政协委员提议 中国应该像世界上有些国家一样 推行双重国籍提议者的主要理由是说 这样可以吸引更多的国际人才 归国效力 方便他们报效国家 但是我认为中国在短时间内 是不大可能实行双重国籍制的 因为社会条件不允许 它会导致明显的不公平 今天的中国虽然已经有了相当的开放程度 但是仍旧实行的是一个内外有别的社会政策 外国人在中国是可以享受到一些中国人享受不到的特殊权利 比如高考 他们可以不参加高考而上大学 但是同时他们也受到一些限制 比如他不能享受中国的义务教育 比如不允许参与一些商业经营和不动产投资 所以讨论双重国籍问题的前提 是至少需要首先解决一个国民待遇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外国人在中国和中国人是完全平等一样 既不享受任何特权 也不受到任何限制 才有可能讨论双重国籍 而中国目前不仅不可能中国人和外国人 做到完全平等的国民待遇 即使中国人在不同的省份 也都还没有真正形成统一的国民待遇 比如中国的医保教育高考 不同省份之间是不能完全互相平等对待的 这就是因为中国的国情和目前的社会福利政策所决定的 还有一个双重国籍涉及到的 它不仅仅是一个旅行和居住便利问题 它还涉及到政治归属领事权利 法律责任和义务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双重国籍也并不是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 都得揣着两本护照 今天使这本有利就使这本 明天用另一本方便就用另一本 即使是默许双重国籍 或者法律并不明文禁止双重国籍的国家 它也是规定入境时使用的护照 就是你在整个居留期中的国籍 而不是国籍可以任意变换的 双重国籍在实践中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单方面宣布 它主要是两个和多个国家之间需要签署互认的双重国籍协议 所以两个不同国家的人在对方国家都可以完全享受 国民待遇是基础 所以两个不同国家的人在对方国家都可以完全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是基础 而在中国如果没有国民待遇作为前提 如果没有国家间互认双重国籍的协议作为基础 推行双重国籍只会导致社会当中的高收入阶层 获得一种利益好处两头战 法律控制两头端的特权 会导致极大的社会不公平 其实双重国籍既不是什么开放 更不是什么创新 中国大清朝实行的就是双重国籍制度 1909年清政府发布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国籍法 叫大清国籍条例 清政府实行的叫做血统国籍原则 只要是中国人的后裔就是中国人 无论你出生在哪里 所以只要是中国人出生在国外 就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取消了这个双重国籍 198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首次于法律的形式 确定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 是否承认双重国籍是各个国家根据自身的社会境况和社会环境 做出的一个择有选择 与是否开放和先进无关 比如美国法律上也不承认所谓双重国籍 德国实行的是有限期的双重国籍 西班牙实行的是与签署双重国籍协议的国家之间互认的双重国籍 所以双重国籍应该如何决定如何表述 在具体实践当中如何操作和实行 它涉及到复杂的法律问题 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问题 把它理解为解决一小部分人旅行拘留 方便的工具是对国籍法的一种误解 假如双重国籍的提案目的仅仅是为了方便国籍人才 归国效力和海外花侨的回国投资 其实完全可以有很多的替代途径和解决方案 绝不仅仅只有通过双重国籍才能实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